请坐 请坐 我是来找海晴的 结果说海晴出差了是吧 对对对 这个她上深圳去一趟 公司里有点事需要她去处理 你找她有事 其实 我是有点事想求你 我的一个朋友 在你们开发的潮汐园 买了一套房子 结果她单位突然间就分了她一套房子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 经济能力都有限 所以 她的意思是想退房 好 你等一下啊 喂 让销售部的小肖过来一下 对 那天 你和海晴做美容回来 说是 说是严重这样不太舒服 她没事吧 哦 没事 吃点药睡了一觉就好了 这做机关可不容易 我在下海之前啊 在机关里干过两年 就是我是送报纸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官场上的这道道 也真是太复杂了 真的 张总 行 您好 有一个叫 卫红 你查查是不是有一个叫卫红的 在咱们这儿买了一套房 那我得查一下 您查一下 查一下 她买了多少时间 好像就是这一个月的事吧 有吗 是有一个 她在咱们这儿订了一套一基石 一切手续都办完了 下月开始月供 咱们有什么问题吗 你得办一下子退房手续 退房 按机都办好了 那怎么退啊 实在不行 就划在咱们公司的名下 要开了这个先例 别的客户会有意见 好了好了好了 下周一你把钱退给人家 就这样 行 我走了 不好意思 这卫红是我特别好的朋友 真是给你添那么大麻烦 没事没事没事 不就是退个房 这点权力我有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吧 我当时揣了二百块钱去海南 开始那段日子真是不敢回忆 你可能想象不到 我一个大老爷们 站在街摊上 连包子都不敢吃饱 就为了省的一块钱 我发誓 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赚钱 要赚大钱 后来海南开始炒地皮 我运气不错 再加上我还算有点眼瘤 就发了点财 有了钱之后 我觉得海南不是久留之地 就去了深圳 算是正式地奢足了房地产业 正好当时深圳是房地产热 做房地产生意就像在地上捡金子一样 你真是太谦虚了 那么多做房地产的 有几个像你这样做得这么成功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这算我 算我运气好了 好 还想吃点什么 不 我够了 太晚了 我得回家了 好 小姐 买单 好 我送你回去吧 行 天上买是花 送给你的女朋友吧 谢谢姐 送给你吧 送给我的 不行不行 我不能收你的花 收下吧 这样你还把它送给海晴吗 她肯定要高兴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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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你还没睡呢 我还把你挑醒了 农眠节目你都看啊 想到你农眠啊 养鱼 土豆丝啊 农眠桃是好吃 大饭吃完了 这饭能吃得坏 这要让人张老板知道了 人该多遗憾 怎么了你说话阴阳怪气的 我怎么说话了 你晚上出去跟人吃饭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还让人开大宝马给你送来 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 我当账午都说几句行不行 我给你打电话了 小蔡接的 他说你开会呢不能接电话 我让他告诉你了 我不回来吃饭啊 什么 你出去跟人吃饭 还想让我们单位人都知道 不是 是卫红买了一套房子 他想退 人家又不给他退 后来我知道 那正好是张大庆他们做的项目 所以我就 所以你就自己亲自去了是吗 老公啊 你看你真是的 卫红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他还有事求我 我能不帮他呀 你干嘛呀 你身上那么酸呀 你是不是刚从醋缸里爬出来啊 你别那么小气了 我给你倒洗澡水啊 洗洗你这一身的醋味啊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没别的什么意思 我是怕你回来 晚上不是有危险吗 行啦我知道啦 天体学你是最疼我的人了 展露给你放洗澡水去啊 你别跟我那么多天爱秘语的啊 你别跟我那么多天爱秘语呢 你看我等会怎么收拾你 好 这是明天的观众朋友的照片 给你 好 这是明天的观众朋友的照片 先听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陈丽华 我在介绍 这么快就回来了 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 人家想给你一个惊喜嘛 嗯 怎么样 还顺利吗 什么还顺利吗 顺利吗 你除了工作 就不能晚点别的 这是我从深圳给你买了来的芒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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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 来 你尝尝尝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 我走了这么多天 你想不想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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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回来肯定是累了 早点休息吧啊 我不累 谁累了 不休息 人家快想你了吗 你肯定是累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你还得高波去设计院 我得洗个澡 我得洗个澡 你先睡吧 你今天和李雅杰一起吃饭 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提醒过你 雅杰现在是颜峰的老婆 你最好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跟你说过 我最讨厌女人管我 我知道你们男人在生意场上 是需要一些应酬的 我从来都没有管过你 可是这次不同 这次你是在玩真感情 你知道吗 所以你们要走 所以是在叶峰 我兵它又也作务 如果真是不 negotiboy 好 你稍ата 那你自己工厚 一师大师哥 我很准确 at 这绿地的战役 我就不信 他们能现代化 我就不行 这 这都不要动 我要推出一个全新的概念 就是说电子时代 电子住房 都很准确 什么宽带入网 我都要搞 这是 这个 这是超市的底部 挺好的 你也来看看 喂 康总 兄弟 听老哥我一句话 别在这个项目上瞎耽误工夫 这赚钱的途径多的是 你换天倒走 没准都能走得通 真的 我这话操可理不操 我是好心提醒你 以你张大清的本事 这平安工程 不过是一碟小菜 你有何必那么在意 好 好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考虑这个问题 回见了 这个项目 我们现在正在审核之中 如果有结果的话 我会通知你 还没有批下来是吗 行行行 我们等通知 好嘞 谢谢你啊 颜副处长 好 再见 好 再见啊 颜芳说他们还没有拿到最后的意见 让我们等通知 要不然这样吧 我再给高副主任打个电话 不 不打 这康玉白所以嚣张 是因为他得到了默许 他认为拿到批文不成问题 他和颜芳很熟 这边肯定有猫腻啊 颜芳不过是个副处长 他的权力真的有那么大吗 你不知道 在中国这权力 就掌握这些处级干部手中 哎 上次你说你看见颜芳慌慌张张的 从期货公司出来是吧 对呀 那家公司也真够倒霉的了 先后死了两个人了 哦 对了 我已经把我们的钱都提出来 打算换一家公司做期货 喂 我问一下您这是纪委的举报电话吧 啊 对对 嗯 是这样 我怀疑建委有的领导在挪用公款 嗯 是个处级干部吧 嗯 对 不不不不 我不想留下名字 哎 好好好 好好好 再见再见 你真的怀疑颜芳在炒期货 对 你为什么这么做 如果颜芳没有问题 查也不会影响他 要是他真干了违法的事 那咱们就被国家 揪出了一个主厨 这颜芳要是倒了 对咱们拿到批文有好处 小杰呀 五周公司欠咱们的二百多万货款到账了吗 哦 还没呢 那你要注意催着点 这年头可没有人主动还钱的 啊 好 我知道了 嗯 我是谁 耗的我是谁啊 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个秘密 观众朋友们 我身后的这片工地原本不是这个样子 按计划规定应该是一片巨大的绿地 有孩子们的嬉戏 老人们散步的美好景象 而现在却被康华房地产公司变成了水泥森森 就此次我们采访一下沈建委的领导同志 作为上级主管部门 请问您就此事有何看法 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很痛心 这是我们的失职 我在这儿 向全市人民做一个保证 一定要严肃查处 康华公司这种违反市政规划的行为 立即拆除他们的违章建筑 还老百姓一片绿地 这个康华公司也太不像话了 竟然不顾市政规划 擅自改变土地性质 强占绿化带 而且还让电视台给爆了光 这是严重的违规行为 我们一定要严肃查处 今天这件事 也给我们大家敲了个警钟 今后一定要加大执法力度 对这种违反规划的事 绝不能手软 大家听到了吗 对了 小言 上次你报给我的那个推荐资料 是不是就这个康华公司 是 平安工程这么重要的项目 怎么能交给这样的公司呢 您的调查研究工作是怎么做的 您的推荐报告是怎么写的 主任 这都应该怪我工作不认真 没能及时发现康华公司的问题 算了算了算了 你也不用自我批评 平安公司这件事 你就不用管了 由我来处理吧 什么事这么急啊 我岳母住院了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赶快接一下吧 别出什么大事 你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们现在正在开会呢 我怎么知道你在开会呢 我问你 那个平安工程批文的事怎么样啊 它怎么还没到我手里啊 还批文呢 你们公司出了这么大事 电视台现在都曝光了 你说什么 你 你不是让我保证是绝对没问题的吗 我是保证过 但谁想到你们公司现在出了这么大一事 你让我怎么办 我跟你说 原本呀你们的标书我们主任已经在上面签字了 但是情况一出 现在又把那标书给收回去了 我现在真的没办法 要不呀你再等等我 你 你们领导在呢 我们领导在你们开会呢 我们是纪监委的 请你去通知一下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反映你们这儿 有人私挪公款 我们现在要查账 是 是吗 我这儿就知道了 你这儿就知道了 那我可以买了 这儿怎么办 我来找到群众举报 我来找到群众举报 你了 我来找到群众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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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来找到群众举报 哎 袁处长 你还没下班呢 啊 你们这是 这今天有的忙了 这不纪检委来查账吗 哦 您有事吗 哦 没什么事 主要是我们处呢 有一些小账想报 不过今天算了 明天吧 哦 那成 哎 哎 对了 啊 袁处长 那笔二百万的借款 明天可就到期了 他们能还回来吗 怎么他们查着了 还没呢 不过我想提醒您一下 省得到时候麻烦 哦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催他们 啊 行 行 老板让你跟我们去一下 去哪儿啊 那我让你们知道 去哪儿啊 走 走 我这儿是六个三 我九个四 我十个二 好 来 开 开 我输了 我输了 快走 来 来 来 接着来 剑处长来了 呜 嘿 兄弟 快来来 快快快 快请坐 什么意思啊 想绑架啊 这兄弟你 你误会了吧 我跟他们俩说是 请你来好好玩玩的 你们俩是不是对 严处长这个失礼了 没有 出去吧 别站着那儿给我添堵了 是 让我看看 你们俩是 你看见哪个小姐不错 挑一个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我知道你和弟妹的感情好 这男人嘛 这个该玩就得玩 小姐们 听见没有 先生对你们 出去吧 兄弟 你是明白人 在名人面前不做暗示 你跟我说句这个痛快话 这平安工程的事 到底是有戏还是没戏了 兄弟 这是我有点小意思 你先拿去花 只要你帮我把平安工程给我拿下来 那两百万我立刻兑现 你能不能先借我两百万 借 你这什么意思你这 我这有点急事 过后就还你 那平安工程呢 你放心 市政府啊决定这两年 要彻底改造南城 以后像这种项目多的事 我下一个保证给你 你这不是屁话吗 你这个都没给我搞定下一个 谁点怎么回事呢 那谁让你们在绿化带上盖房子 你们这不是明摆着跟市政府叫板吗 这是我上一个项目的事 跟你这个皮文有什么关系啊 这是 怎么没关系啊 我好不容易把皮文搞到手了 可谁知道来了一通知 说这个平安工程啊 不许给破坏市政规划的这开发商去做 谁让你们康花工资上了黑名单了呢 那 你让我怎么办 我可能给你吗 好好好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耐 这样 你先把钱拿去花 就算是为你铺路搞关系的活动费 你再帮我活动活动行不行 行 我再去试试 这么说大庆这次是下定决心 要从深圳杀回来吧 我的老家在北京 我们张总已经决定 把公司的总部能回北京了 今后少不了各位多多关照 海小姐的话太客气了吧 我们可不敢当了 我们以后还指着张大哥 对我们多加关照呢 彼此彼此 在家靠父母 出外靠朋友 来来来 我们张总最近身体不太好 医生不让他喝酒 这杯酒呢 就由我代劳了 来 我代表张总 祝大家身体健康 生意发达 这杯酒呢 我先干为敬 好酒量 难怪大庆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有这么能干的海小姐帮衬着 想不发都难哪 星大哥您骂我 哪里没的事 大庆 听说康一白的工程 被势力责令停止了 有这么回事 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 他是自作自受 那些被他出头的官员 也跟着倒了没 不过听说康一白有点黑道背景 跟他较劲 你可要多提防着点 我也在江湖上哄过 谁怕谁啊 好 好气候 我们为了张大哥 干杯 干杯 来 来 行吗 没事没事 来 谢谢啊 你回来了 你那晚回来也不说一声啊 喝酒了吧 不是不让你喝酒吗 是不是他们灌你啊 谁灌的 明天我找他们算账去 你怎么了 他们离婚吧 你喝多酒了吧 疯了离什么婚啊 你怎么了你 我说的是真的 我不是好账 这家 这家里的东西 还有 这是二十万钱的 你赶紧拿着 赶紧走吧 哪来这么多钱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是康一白给的 你就甭问那么多了 到底怎么了 你出什么事了 你说呀 你急死我呀你啊 你倒说呀 你要急死我呀 这都是小郭给我害的 小 小郭怎么害你了 他拿着客户的钱去做期货 结果都赔了 后来他就求我帮忙 我就拿着公家的钱给了 可谁想到 你给了他多少钱啊 二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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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百万你都敢 现在纪监委就要来查查了 你只要是个青山 你只要是个青山 你还在那儿 那么多钱 没有能够 这人想到 你还在那儿 干什么呢 小姐请问您找谁 请问你们康总在吗 康总在会客 请问您有预约吗 没有 那您归姓 我去通报一下 不用了 你就把这个还给他就行了 您还是等他一下吧 不用了 就把这个还给他吧 告诉他我姓黎 康总 这个箱子是怎么回事 这是刚才有位李小姐 让我交给您 谢谢啊 一共是三百八十五块六毛 雅杰 多给了一百 我看 你看 真是的 谢谢你啊 谢谢 你气色很不好 是不是病了 没有 可能是 做报表太累了吧 是吧 你可就要身体啊 谢谢啊 喂 你好 我是丽雅杰 我们主任不在 是老梁是吧 那笔款测我知道 下午要出差 那这样我过来取好吗 好的好的 好再见 您 正好 您好 我来拿支票 您好 这是200万支票 您拿好 这是我们两种特意让我转达对你们的歉意 后患拖了这么久 真不好意思 对了 发票您带了吗 哎呀 我出来还着急 给忘了拿了 要不我回去取一趟吧 那算了吧 明天再说吧 我们两家合作这么久 这点心意总是有的 您明天记得把发票带了 那好 谢谢您啊 不客气 那我走了 您好 您好 给您 下一位 哎 那位小姐该您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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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大爷啊 怎么了 哎 没事我刚才弄你这材料我这是有点难受啊神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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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主任您什么事 有空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想跟你谈个事 快点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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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 小爷 小爷 啊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哦 干嘛那么紧张啊 好像大难临头似的 小爷 我跟你说啊 我对你考察时间不短了 原来对你有些顾虑 现在 我感觉你 是一个 正直 能干的好青年 特别是在平安工程的处理上 我很欣赏 问题是 平安工程我已经选错开发商了 哎 谁能不犯错 重要的是知错能改 你可别小看咱们手里这支笔 轻轻一画 那就是几千万呢 这责任我不说你也明白 我知道 平安工程 你虽然出了失误 但是你能够主动的承认错误 毫不逃避责任 并且立刻停了他们公司的报批计划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你的清廉和公正 你想想 如果你要是收了贿赂 你敢停吗 是不是 小爷 我已经正式向党委推荐你 当你们处的正处长 有什么意见吗 主任 您这么说太让我感动了 您放心 我保证更加努力地工作 不辜负您的知己之恩 主任 我想请您 咱们共产党人不搞封建官场那一套 我今天就跟你说这个事 跟你打个招呼 让你有个思想准备 主任 太谢谢了 那我们顶道不考慮 iş对 合格上但这这 months 太给小个指导了 好 这套是咱们隐蔽的 隐蔽一带来 扔他们弃靠她 还没有 雅姐 我跟你说 刚才我们主任找我谈话 说也许要让我当处长 你说聘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钱借到了 你大概用几天啊 借到了 你在哪儿借的 你别问了 我就想问清楚 你大概用几天 我想也就大概三四天 最多也就一个星期 等查账的一走啊 我马上再把钱给花出去 那告诉你们会计 钱明天可以还上 雅姐 你跟我说 你到底从哪儿 弄那么多钱啊 你不会干什么 违法的事吧 你别问了 我是会计 我心里有数 还没走呢 雅姐 期待呀 你吓死我了 没有没有 我赶着做一份账 别太玩命了 早点回家吧 这路上不安全 小妍来接你吗 她不来 她开会呢 也是 你们俩都是挺要强的 齐大爷 我一会儿走的时候 帮您把门锁好 好 也好那我先下楼去了 好您放心啊 好 我 我就差一步我就抓住她了 浩子 浩子别睡了 她跑了 跑了真跑了 没关系下回咱还能对着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才吃饭吗 我让你提我康这事儿啊 我心里不踏实 算了 我还是自首去吧 来 你干什么呀你 不是都已经说好了 我能想办法吗 我这不是怕连累你吗 那钱 真的是用几天就能拿回来吗 我不能 如果是就用几天的话 我可以想办法的 就这么决定吧 你放心 你放心 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过这种担心受怕的人 吃饭吧 我这儿 怎么严重啊 我给你那支票没什么问题吧 没问题您放心吧 我不是担心什么 我这不是怕给你添麻烦吗 您这么说不太刻意了吗 我问你啊 那个查账那什么时候走 查账啊 马上就完了 这个咱们这儿没什么经济问题 依我看啊 纯粹浪费时间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行 你先忙去 那好了 先让我走了 主任 小言 有事吗 坐坐 其实也没什么事 我就想啊 这纪检委同志来这儿工作好几天了 也挺辛苦的 您看是不是晚上咱们请他们吃东便饭 表示一下咱们对他们工作的支持 好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事就教你办了 那我就办去了 小言 你看这个标准 您放心 我心里都有数 只是便饭 好 好 去吧去吧 那我去了 嗯 客 行 我先喝 你看我这屏子怎么样 新买的 对不起没听见 挺好看的 真挺好看的 怎么了阿杰 我经理这两天 总是信不在焉的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可能感冒了头疼 小杰啊 五周公司欠咱们那笔货款 还了没有啊 还没呢 那你可得紧催着点 咱们这可不是开银行的 他们这么没完没了的拖着 可不是个事 好 哎 你没事吧 雅姐 怎么眼色这么苍白啊 我没事啊 她有点感冒 那你看看 这没什么事就回家歇歇吧 别太硬撑着 好谢谢啊 谢谢